露天呐 我咋活呀 露天烟 不敢再下来啊 你看啊 害了小美 都上烟了啊 谁动了老百姓的粮食 谁就是在对老百姓犯罪 小麦又大涨了 今天面粉厂 一下涨了八十 我店能卖多少钱啊 六千万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我们来讲点震惊的 从中国的经济数据 在讲到中国最近农业的大问题 随着五亿年假结束之后 很红的资博烧烤 已经退烧了 很多店都收摊了 人潮也锐渐 可见跟我们当初预判的一样 是第一次 连续假期暴富星消费的热潮 而现在海水退了 发现中国的经济数据 没穿裤子 而中国第一季的GDP 成长了4.5% 但是CPI跟货币M2 呈现奇怪的对比 这个M2的货币供给数量 猛增12.7% 中国的制造业PMI指数 向下来到了48.8%的新低 而非制造业的PMI 也从56.4%来到了54.5% 还有PPI都是向下的 明显中国 不管是不是制造业的景气都不太好 我们就算不从数据来看 从一堆墙内流传出来的影片也可以发现 但中国的出口却大涨了14.8% 那这个出口的细节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14.8%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那青年失业率也高达了20.4%以上 当然它的本质应该是更高 这个我以前也解释过 为什么只有20.4% 运用了什么手段 这里不再赘述 那还有中国企业利润年减20.6% 那我们从细项来看 国营企业的利润年减17.9% 半国营半民气衰退22% 外商台商之类的年减16.2% 单纯的民气年减22.5%的利润 但是你中国的M2疯狂印钞 基本上这些钱都是流去给国企单位对吧 还可以减到17.9% 这么惨 那民间企业更不用说啦 22.5%嘛 因为你水没有流到民间 所以中国第一季GDP 4.5%里面 其中就有一项 就是用M2印出来的钱 去投资给国营企业单位 把它列入进去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成长 来弥补掉民间企业的不投资还有衰败 当然还有其他的数据啦 都是经过美化跟筛选之下 这里就不再赘述他们是用什么细项 还有什么政策去优化这些数据 而中共现在在全面冲刺 把代工厂的产业啊 全部转成国内做新能源车的产业 所以以后是每个中国人 一年要买两部新能源车以上 对吗? 如果你中国的车没有办法外销的话 以后每年中国人如果不买两台三台 以上的新能源车 这个要怎么刺激市场的消费 所以这也导致了一堆小粉红真心认为 现在中国的汽车骄傲是什么? 比亚迪吗? 他们认为比亚迪比特斯拉还牛逼 好啦 跟你们讲句老实话 不只是特斯拉啦 你们华为啊小米也比苹果牛逼 你们拼接组装的C919大科技啊 也是比美国的音波强不到几千倍 虽然你们的引擎系统 还有导航刹车系统等等 那些高端科技的技术啊 都是欧美的 但只要在中国组装的就是中国牛逼啊 好比我今天去组装电脑 对不对? 我买了什么intel的晶片嘛 然后什么华硕的什么零件啊 技嘉的零件啊 三星的零件啊 然后呢 壳我自己去打磨了 对我可能有这个打磨的技术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 装到我的机壳里面 然后我就说这个是我发明的电脑 89牛逼了 89研发的超级电脑 好了再收下去都是累 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菜 中国的产粮大省河南啊 最近连日大雨 农民联合起来啊 紧急调用几百台的收割机 前往农地收割 以防稻米小麦泡烂甚至发芽 这个麦穗上的麦芽一旦发芽就不能吃了 但是中共把这几百台的收割机啊 都给扣在高速公路上 给出的理由呢是 高速公路的收费没有跨区作业 而且你的农具啊超过标准重量 也超过这个高度 而且啊你们没有付更多的钱 所以啊我拒绝你们下高速公路 我真的是会笑死耶 那以前他们就可以现在就不行了 你即便是改政策 你不能改的又急又快 你要给预告期 而且你要给缓冲期 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这样的 但在中共就是 我今天说这样就是这样 明天说那样就是那样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让它上高速 再来题外话 我有时候在网路上都会看到一些小短片 你们中国的高速好像是要 过柵欄的e-tag对吧 还有这个人工收费在旁边 那我常常就看到 譬如说A车的e-tag刷过了 柵欄打开 旁边的B车看到柵欄打开 就会直接冲出去 那这个钱就会算在A车的身上 那A车这样等于又要刷两次钱 我看不到真的是几百条这样的影片 好了话说回来 有非常多的农民拍影片痛骂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人骂了什么 辛辛苦苦牢骚了几个月 眼看小麦就要收割进家了 活生生的看着这些小麦泡在水里 发霉 变质 生芽 听听老百姓的哭喊 陆柴欄 不敢带下来啊 你看看看来小美 都上烟来啊 老百姓只有手中有粮 民心不慌 谁动了老百姓的粮食 谁就是在对老百姓们犯罪 咱们河南是全中国的粮食大生 陆陆续续都向河南解发 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台的 联合收割机进驻河南 但是5月22日 有数百辆小麦联合收割机 在河南南洋各个高速收费站 被拦了下来 当地的交管和高速等部门 进行联合执法 认为运输小麦联合收割机 出现了超高超宽的现象 需要交罚款 需要带上收割机机首的身份证 收割机行驶证 驾驶证 收割机的购机发票 出厂合格证等等证件 还要加给省级农级交通运输部门 以及县级农级管理部门的工厂 方才有效 小麦又大涨了 今天的面粉厂 最多的涨了4分 每吨涨了80 陈小麦也卖完了 价格也涨上去了 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大部分地区出现了 雨后麦 衙麦 蒙冬麦 我所在的位置 大家一看看 这是河南地区 这个地方算是好的 但是也全部黑黑的 里边全是衙麦 小麦又大涨了 今天面粉厂一下涨了80 就连拍卖也涨了200块钱每吨 这就是涨价的原因 你们看见了 一母帝能卖多少钱 只有700块钱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9号 我所在的位置是 河南省少牛纸御丘县 今天带大家看看 我们这里买的险诺 现在我们这边 大面积的出现了 可以买3 我们看完这些影片 不出意外的 还是出意外的 这些拍影片的农民 很多人都被中共抓走了 被行政拘留了4到7天不等 中共还广发的新闻说 这些农民造谣博取眼球 性质恶劣 我看你继续讲下去 是不是要扯到 他们意图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以麦谋独 河南占全中国的粮食产量10% 小麦更是占比了25% 中共却敢这样 任意放任这些麦子坏掉 小粉红在笑台湾人吃不了鸡蛋 你们面粉未来几天要长 不知道多少了 你们最好都别吃淀粉 都是原型的健康餐 看你们的收入吃不吃的起 这又跟肾上的退灵环 跟背道而驰 还成立什么农管局 请问农管局发挥了什么作用 农管局也是进入刁难农民的一环 中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 这三年的政策跟实际上的做法 都是互相打脸 而这件事情引发全网舆论之后 河南省长立刻放行收割机 还拨款2亿元去晒干小麦 但你为时已晚嘛 需要抢救的时候呢 你把人家挡在医院外面 等人家走了 舆论来了 你说哦 好啦好啦你进来啦 你可以进来急救啦 人家已经走了 你要急救什么 这怎么好像有点这三年的急事感 所以说到这里不就很可笑吗 你把那些农民给抓起来了 说他们造谣 现在你又放行还拨款2亿下来 请问你这样是不是打脸你自己 你是不是要对那些被乱抓的农民国陪 你还要登报道歉 对不起我们中共错怪你们了 当初李文亮不也是这样的套路吗 你们说他造谣结果呢 我总是在说嘛 中共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尿性 一样的逻辑套用在不同的事物上而已 那这也能反映出什么 中央到地方啊 都是层层加码 不知变通 讯息传递不协调 部门运作不协调 你这样国内都统一不好了 你要怎么统一台湾呢 对不对 每次遇到这个问题 你就说上面的政策很好啊 是下面乱执行啊 结果我们拿出证据打脸你 你就说这不是下面的错啊 上面一个人他要管理14亿人 本来就国家那么大 就会有很多问题啊 所以到底是怎样 想必这两亿经费啊 又要用不同的名义 落入到自家赵家人的口袋 左手出右手进 当然中间会掉一些分给农民啊 但可笑的就是什么 一些农民事后还要拍片 感谢中共 感谢党 感谢河南省长 感谢收费站人员 愿意放行我们 当然啦 也不能怪这些人啊 他们要是敢抱怨 就会被抓走 但起码你不要做到乱赞仰霸 这个人先把你打了一顿 再给你要 这个人把你抢劫抢了一顿 然后再还你20块 你还要感谢他 谢谢你们 我还有20块我好幸福哦 这种状况要是发生在台湾 你看民情会一样吗 但是我后来想想 中共好像真的也不太在乎 你们的粮食够不够 你们的小米小麦又怎么样 呃我们这什么大饥荒那个年代 就不说了 我们就说最近这三年 这三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当中国某一个省 或是某一个城市 发生了特色管理 那还没有这么严格 被特色管理的省份 诶民间单位就会发起 诶我要捐物资 我要捐款 来支援这个城市 OK确实很多人就是 会集结去捐嘛 很多卡车司机也会当志工 去运送这些物资过去 但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被扣在高速公路上 或是被扣在仓库里面 菜跟肉就这样放到烂掉 放在居委会 都不给你们这些百姓 当然嘛 有些人是要把这些免费物资 拿去变卖 有些单位是 因为我有配合好的通路 那这些配合好的通路 卖你的价钱很高 但你今天有这些免费的物资 你还怎么跟我 配合的厂商去买呢 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放到烂掉 还有一个就是 中共不允许民间这样的行为 因为你这样感谢的 不会到党身上 不会感谢到国家身上 把这些民间物资同意写 然后贴成是党发给你的 最后你就是要感谢共产党 影片的最后再讲个搞笑的事情 最近四川在缺水嘛 那中共的自然水厂就发布通知说 建议民众每月移洗澡 两到四次即可 这个发生在台湾我都不知道 台湾政府会被民众怎么样骂 天天那个争论节目就开嘴了 保洁你怎么看 连中共也会跟着一起嘴台湾 这种荒谬的政策 竟然要倒民喜两次早 荒谬可笑 但这种事发生在中共身上 大家的宽容度 就会变成像圣母那般 宽宏大量 好了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 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十八九下次见啦 掰